她的名字叫美淑 她一岁的时候因为施打了疫苗 然后导致她的身体变形 然后乱缩到现在 所以她的姿势是跟一般常人比较不一样 身体完区变形无法行动 一岁就被父母送去机构 60多年后才被妹妹接回家里住 去年4月喊此季节上线 去扶元天天用心照顾 在帮她洗澡的时候 知道她身形跟一般长辈不一样 所以坐在沐浴椅上 其实美淑是不舒服的 她就是制作一个 专属美淑的一个沐浴椅 她利用那个海绵 然后绑在沐浴椅身上 让那个美淑的身形 可以适应这个沐浴椅 环保素材大变身 制作独一无二艺术品 桃园巴德晋司堂 今年开办长照据点班 短短三个月 学员从11人增加到99位 我一直有高血压和心剂的问题 经过那个运动 现在血压和心剂都有改善 我很喜欢在这里做运动 老师很会教 很会带动 让我们身体更健康 长者菩萨最常说的就是 老师你很厉害 然后我才要感恩他们 因为应该是最厉害 非常感恩长者愿意走出家门 然后进入长照据点 让秀雅有服务的机会和陪伴 你们要比自己的职业 精神还要再加倍 不但坚持职业 没人说今天这个时间 多少有够了 不是这样 可以没有时间的技巧 总是用爱去付出 这样就是紧打紧 夹起来 所以这样也是功德 不仅是一份工作 更用心投入爱 温暖有需要的人 大爱新闻 林一婷 叶宜林徐英豪 桃园报道